4月1日,姚晨,高欣分别在微博晒出都挺好,电视剧,剧组聚餐的照片,苏大强你大红,苏宁哲高欣,苏宁成郭金飞,苏宁玉姚晓,儿媳妇无非高禄以及朱莉里面纷纷出席,苏家再次打团圆, 聚餐时,演员和主创人员片面自拍,喝浇杯酒,玩得不亦乐固,而饰演苏大强的一大红,在戏外似乎同样又带二儿子,还亲热地亲吻了苏宁飞的侧帘,都挺好剧组重剧,3月25日,电视剧都挺好迎来了都挺好的大结局,苏大强患上老年痴呆症后, 被洗白,终于意识到对儿女的亏欠,苏宁哲回到美国生活,苏宁成郊往非洲工作前向苏宁玉道歉,儿宁玉为照顾苏大强辞去了工作, 李念曾经在采访中透露,虽然戏内很多职色人士奉她,但戏外演员们的关系却都挺好,苏宁飞在片场就是一直对杨成,对我,但也很会套女孩子开心,她回顿完了之后,给我们买咖啡,小吃。 据悉,剧中一些互对的台词都是演员现场即兴发挥的,相关新闻,59岁,苏大强,你大红,竟然是个潮,我儿,浑身上下都是名牌4月1日, 姚晨发了都挺好剧组的几张聚会照,你大红,姚晨,郭金飞,念念,高新,高禄,再次同化,一家人玩得不亦乐乌,结果苏大强一身装扮成了网友关注的焦点,59岁,你大红老师脚踩A真腰,戴着草帽,前几天还被透露爱听露海的歌, 没想到苏大强竟然是个潮,我儿